Hello 我是每天和狗狗一起拆快递的团团 狗狗在这边 把它泡尿我垫一下 来 你把我 把我工作地方做伞 你给我打 好 今天我们吃一个 这个呢 是一个榴莲糕 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我是不吃榴莲的人 就是从来没吃过榴莲 但他们说我看上面的品色就是 这个榴莲味很淡 而且都没什么榴莲味 都比不像那种什么榴莲糕榴莲 都比不像那个什么榴莲饼啊 榴莲酥啊那种榴莲味 我就今天来试吃一下 那就这个 我还特意淘宝上看了一下 就是上面说为什么有中文标识 等了一大段废话 嗯 味道的话 能出什么味道 咸的吧 可能是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去你也要吃吗 榴莲欸 嗯 我已经拆开来都没有闻到 什么榴莲味 我都一直很好奇 那个榴莲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闻上去太臭了 嗯 这样我稍微有点 但是好咸啊这个 哦 这个里边是有榴莲味道 那浓的 还行 甜的 挺甜的 嗯 有咸的有甜的 有咸的 那还好啊 嗯 嗯 跟我的喜爱 我还行不说一下 但是说 那我一样是榴莲味最低低的 都是 大家没有吃过榴莲的人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榴莲糕 看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接受的话 就尝试其他的 我打算 只要我自己还是接受了 所以我去尝试一下吃榴莲 那种肉太甜了 是吧 就之前我们吃的那个 嗯 其实我们吃的那个年糕 要 松软一点 我看一下 对吧 太甜了 人家里吃不完一个呢 我应该吃这么多 已经厚甜厚甜 我看一下他成分 他成分是 牛莲肉加白鲜 他怪不得那么甜 白鲜放多了 应该他少半点会好吃一点 嗯 你酒吧要不要 我们的狗狗在颤抖 他也不想吃这个 那 今天啊 就是吃到这里 那宝宝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我说我刚才推荐的话 我现在觉得不好的 这个嘴巴都是臭的 会不会水灯以后也臭 这个 臭的 当然嘴巴也臭了 嗯 不喜欢吃牛莲的人 还是比较少识的 包括牛莲糕 我吃不口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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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